前面就是外公家了吗 是的呀 到了呀 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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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啊 这有什么呀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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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全部杀猪了吗 对啊 现在他们都在准备 然后看他们准备 一个人抓脚 一个人 一个人抓尾巴 其实我好怕那个猪 我们来拱我 哈哈 哎 啊 啊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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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快快 我现在外面太血腥了 我都不敢看 我也是 主要是怎么说 我 因为我们家今年就是没有杀猪 今天就到小爱同学家的这个外公家啊 嗯 然后来杀猪 没想到现在外面太血腥了 我都不敢看我的天哪 刚抓猪的时候 你有没有 我好紧张 你知道吗 有一点像那个 在产房外面 等待的感觉 对啊 就是很紧张 你跟外公说一下 嗯 等他烧 他们搞完了 看我们就 再进去 你看看 今天血腥了 开死了吗 开死了 开死了 来 你看 怎么回事 都不离开了 去哪里 到我家里面 来 到了 到奔奔啊 到奔奔奔啊 对啊 搞大什么俩了 其实在农村这一点还是挺聪明的 因为我们不可能说 每年都会在家里面 就专门洗一个这种水泥池子 所以我就临时搭建了一个人 拿了两根很粗的这个木头 架在边上来 然后把薄膜放在这 等会儿呢 就把那个猪放在这里面 给它搓澡 翻译开出来了 扛一头猪都很费劲 你们俩又不摆放呢 把鱼儿推动在这里面 怎么这么费 successful呢 我看到参与的要求 也有什么费劲 我看死去 从来那边是在这里面 我们没用 它是煮的 我发现了 我发现了 很专门 里面是 它是在场 过大年咯 我们这一年过年的时候都会有杀猪 那在杀猪的这一天呢 就会叫上我们这的村民啊 一起到家里面来吃刨汤 你知道什么叫刨汤吗 刚刚小爱同学说 刨汤 这就是汤吗 要大家一起咬着汤吃吗 我的意思是 是不是从他肚子里面咬那个什么东西 就是可以直接喝的 刨汤的意思 他就是说就是在杀猪的时候 我们就会有煮那个新鲜的猪肉 有刨汤的主要原料有猪肉啊 然后猪肝啊猪肠啊 就各种可以简称叫猪杂 你知道吗 然后就把它摆到桌上来招待贵客 然后呢就俗称叫刨汤肉 一般的只有乡下杀猪的时候 才会有教授村民一起去吃这个 我特别喜欢这种日子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又能蹭吃又能蹭哈哈哈 然后又热闹下次还有这种事情叫我啊 好 一定 好 一定 好 一定 你看我这么多碗就我一个人在这里洗秋大到楼下去贴骨头去帮忙去了那边需要忍受所以他过去了 所以这么多碗就我一个人在这里刷刷刷 哎 哇 这个是个好菜 你看一下这就是那个苦胆 一头猪当中最精华的一个部分就是这个苦胆的 你看上面这个黄黄的它是有脆脆的 就是把这个苦胆拿出来之后呢就放到火上面去烤 烤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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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就变成一坨了嘛 然后就把它切碎再放一点黄酒进去特别好吃 可以尝一下 可以吃 好吃 好吃 它就是苦胆的 这是退凉的 就比如说像我现在有点感冒的 退个凉 有点上火的 我都会吃 我先帮你吃了一下 今天长辈们来帮我们家杀猪都辛苦了 所以我一下饮料带酒去敬一下长辈们 对 我跟你一起去吧 我还是来乘坐的 所以我跟你一起去 太冷了 我觉得外公家这边的天气也好好 风景也特别好看 我们这期视频就先分享到这儿 那大家的春节都是怎样过的呢 可以在我们的视频下方来跟13妹一起互动一下 下期见 拜拜